主持人 你幹嘛 我幹嘛 媽 為什麼你要一直監控我 不要有人打電話 我媽會女一個協註器 在做好 是嗎 真的假的 我一直在騙別人家 從來不出門 她在家的時候 手銬就對了 我要出去跟朋友旅行 你都要帶著她 所以妳媽也在 村長的比賽 好像有勇氣 他那有算比例在跑車上 你會看保證 他還是會就是 不定時會上Facebook check一下看一下我朋友啊 那天跟誰出聽 那幾個男生是誰什麼之類的 他那一位 他怎麼會用Facebook 對 他怎麼會用Facebook 對 剛剛沒有完 然後你再次總之 就看我們姊妹她要親話 今天要來講 其實大家用一種形容詞 最常聽到就是說 那個皮球你壓它 壓得越緊 它就彈得越高 對 就是父母的管教 到底要不要這麼嚴 不是有一句台語叫什麼 嚴官府出口 搞菜 什麼 剛剛那是法語 你剛剛在講他意思嗎 嚴官府出口 嚴官府出口 對啦 反正就是說 越高壓統治他 那妳有多少要講喔 我這句比較不會講 媽媽會 嚴官府出口 做搞菜 嚴官府出口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社會新聞 有的是那種 已經人到了警察局 然後通知父母 父母還說怎麼可能 我們家教很嚴 小孩成績很好 然後一去看 他居然上網原教 對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管教 納豆家裡管得嚴不嚴 放牛吃草 看得出來 因為這樣真的 我自己像我自己的同學 如果說有的是 爸媽家裡管教越嚴 他反而越在外面做壞事 得到更多的快樂 那如果說像 家裡面其實還好的 他反而就還好 比如說這樣交女朋友也是 女朋友管很嚴 我們就想要偷吃 可是女朋友管得很不嚴 那我們也偷吃 對啊 你媽媽管得比較病 我們反而自己會覺得怪怪的 想跟他抱貝 對 所以其實到底要怎麼樣 父母去面對自己的子女 今天我們請來幾對這個 哇 真的都是 很美麗的母女黨啊 到底媽媽為了女兒 會有多誇張的監控水中呢 今天我們請到四位女藝人 王宇田 劉品妍 楊佩潔 賴維如 和他們的媽媽們 來到現場與我們一起討論 另外來賓還有造型師李明川 以及性格發展作家李逸玲 你這樣看過去的話 那都你猜誰會是最嚴厲的嗎 一看就知道應該是 蕭瑤姐是看起來有點厲害 我是最親和力的媽媽耶 我對女兒最自由 等一下再問一下雨潔 媽媽媽是嚴的嗎 圈叉 大家一起舉 你們自己的媽媽是嚴的嗎 然後媽媽自己也舉 你是一個嚴厲的媽媽嗎 圈叉 請舉拍 怎麼可能 我 你看 對 你看楊媽媽一直撒 因為楊媽媽臉長得就很好騙 真的比較好 拐過她 不是 因為有兩個媽媽打了她 後面兩個女兒都打圈耶 一定的啊 他們都不覺得啊 媽媽會覺得她自己 其實很好溝通很民主 因為跟著我拍戲看了也多了 但是她殊不知她越管越嚴 她都不知道 真的 到現在已經算成年了對不對 那媽媽還是管 還是管很嚴重 管一點 哪一點 哪裡有一點點 對 比如說媽媽很堅持什麼 一定要遵守 沒有啊 她現在只要晚上不回來 包貝一下 所以她現在可以在外面外出 可以過夜 那那已經很好啦 對啦 只會爺爺在哭嗎 很恐怖 對啊 可是妳剛剛打圈就是說媽媽 很嚴 不准外出 可以就是在外面外出 我是到現在都不行 而且我是照三餐 要打電話給我媽的那一種 就門禁時間 如果一不小心過了 她就會開始奪命連環扣 對 我等一下我雖然可以外出 可是她會一直打電話來干擾我 她會一直說 那妳現在在幹嘛 妳到了嗎 然後就是到了別的地方 或是朋友家 一定要是女生 雖然可以外出 但是還是只能女生 然後女生的電話要給她 然後她也要確認說 人家那個家裡面 沒有男生才可以 所以如果是妳男朋友的話 必須要假裝是女生的聲音 來對妳 男朋友就不行啊 男朋友一定就是要尊重媽媽這一條 就是不能夠就是去住她家 這樣 那其實剛剛這個 余杰妳打的是圈嗎 我覺得 媽媽打差 媽媽一直在 媽媽現在有點不高興了 對 有點不高興了 我也是用愛的教員 然後我還用溫和的方式 她溫和的方式是 我到我高中 只要有人打電話 我媽會黏一個窃聽器 在貼上我 是嗎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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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對啊 是很美的 是 而且我媽是那種 你知道放擴應器 別人對方會聽到 會聲音有點空空的 我媽是黏一個東西 在那個電話手把這邊 然後 簽一條線 那是你爸爸的道具 簽一條線 到那邊是一個喇叭 然後媽媽就聽一聽我們講話 接下來我們直接用寫的好不好 你們寫一下 你們覺得說就是你們的媽媽 在你們未成年的時候 有哪些管教是讓你覺得 incredible 不可思議的 剛剛我們實際先暖身 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 李玲玲這個 因為你寫的是跟親子這樣有關嗎 有太超過嗎 你覺得 其實 每個父母吃他臉都是愛 對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父母 是比較站在保護孩子的立場 事實上如果能夠鬆手的話 其實孩子從小學習應變能力 其實對他長大以後的社會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 像我小時候啊 是去百貨公司 我媽只跟我說過一句話 你如果走失了 或者是你現在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就站在原地 所以我媽會 放肆地去好幾層樓逛街 而我會自己站在原地之後 站定位五分鐘都沒有來之後 那好吧 我硬緊哭一下 看會有人找我 然後哭哭哭 沒有人 我就自己默默地走到服務台說 幫我恐怖一下 我叫什麼名字 叫我媽媽來服務台找我 所以他就你看他非常會應變 你幾歲 那時候幾歲就已經會這樣 大概四五歲吧 哇塞 你媽媽好放得牠 我媽就說你就是站在原地 不然你想一下 我們把你放下來的車子在哪裡 走回那個地方 然後我媽就放肆地去逛她的衣服 逛她的街了 我覺得對兒子跟對女兒 還是有一點差別啦 我怕的是拐騙 你說這個好就教她 可是很多都是綁架的小孩啊 那些孩子不見 你是說後面那個小孩嗎 對 我真的是為了牠安全照 其他我都還好不管 我真的是為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後面的這個 是 宇潔妳寫的是 是 就是沒有申請 申請就是申請嗎 對 允許才能出門 除了就是學校一定要回家 幾點就不能遲到 遲到要有理由 然後打電話呢 這是對我爸爸啦 不是媽媽 然後爸爸呢有一個本質在電話旁邊 比方說2點22分誰打電話 電話的內容是什麼 沒登記也不准打電話 這個要講嗎 對 如果有人打電話一定要登記 對 然後呢他會 你在登記的時候有碰到陳雪扁跟林逸 是嗎 這樣就只有筆錄咧 對 就我都會說比方同學打電話 萬功課大概內容是什麼 然後爸爸那每一個月會拿電話帳單 比時間 對 是最後一點 等一下 媽媽剛剛自己舉牌差 我們請三位媽媽舉牌 覺得這樣子有沒有很嚴 全差 對耶 得到媽媽的三票全數通過耶 四票 因為我覺得台灣跟印尼不同 我認為這樣 然後他爸爸認為電話 是拿來就是家裡緊要的時候 就說跟家裡聯絡 他跟家裡面聯絡 不是你拿來聊天 或者跟朋友 這個是未成年嗎 現在他有自己電話可以聊天了吧 現在有 等一下你的成年是18還是25 差不多20年左右才開始自由 25 25之前我媽就打電話都還會這樣子 25 然後我說那個什麼 我媽都會這樣子 那你都不能自己這樣慢慢挪走 他還是跟著我 然後我也習慣了 但是慢慢長大就覺得 好像別人打給我 人家也有隱私權利 所以不讓媽媽聽 這個等一下 剛剛三個媽媽舉圈 可是我發現楊媽媽媽 偷偷地換成X 楊媽媽 你覺得這樣OK 你覺得這樣OK 對 因為我不會這樣 那你還打X 你應該覺得他很嚴吧 對 不過只想知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然後 那知道之後可是你還有 因為知道 因為年輕的時候他們交友都 我覺得他不太會分辨 那我就說需要他了解他的交友情形 所以我要聽一下看他講話的內容 可是後來用過癮器就不用了啦 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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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家一起聽 我怕的 沒有人都聽得到 所以就整個房間可以 好 這個是宇潔的媽媽的做法 每個媽媽不一樣 那我們看 爺爺媽媽她在那個時候 我寫的是未成年的時候 我覺得最誇張的兩樣事情 不可擦黑指甲油 對 絕對不可以擦黑色指甲油 因為他覺得黑色指甲油 是魔鬼的顏色 所以他不擦 然後吃得很幽默的意思是 我媽媽非常注重養生 所以他也很不喜歡我在外面外食 他就會常常叫我要 譬如說拍戲或什麼 會準備便當給我 可是我媽媽的養生有時候 就真的很幽默 譬如說 他就會把蓮子跟燕窩跟黑木耳 打在一起成渣 然後叫我帶去吃 或者是 這很健康啊 很健康可是難以下咽啊 我媽媽會幫你一些 他覺得很養生的東西 但是其實是吃不下去的 那我還以為你媽的幽默 是時候 就把飯排成一個人生的形狀 可以給你養生 沒有沒有 就是我媽媽其實很可愛 他就會有一些很天兵的事情 譬如說 像前天他就要我帶便當去的公司 他就要燙青菜跟炒米粉 燙青菜我就打電話說 媽 你不要吃那個青菜 因為那個青菜 夏天到晚好快就酸掉 我媽媽就 沒有啦 那個是因為我講說 你這麼愛吃醋 所以我泡了一些白醋在裡面 燙青菜泡白醋 你都想就覺得貴貴 這個我也常做 我覺得你媽的媽媽做 對啊 我媽的 我媽的會不會有食端 沒有要看是什麼 如果是根莖多一點的OK 對 媽媽是什麼菜泡白醋 A菜 A菜就是葉子很多啊 A泡白醋 好特別啊 不是想吃太多的泡菜嗎 對啊 好奇怪喔 那接下來佩潔 媽媽再也會成年 什麼 不能踏入朋友家 對 一般朋友 就是連就是 我們一定會有同學的嘛 但媽媽都會覺得說 同學家就會有爸爸 有哥哥 會有一些男生存在 所以我有一次我還記得 防到別人的爸爸哥哥 或甚至爺爺 哇塞 只要你男生都不行 誰有的爺爺 搞不好 動物連公子都不行 結果有一次我同學就是說 他要進去 進門拿個東西 國小喔 那我想說 在外面等他也熱 進去好了 然後我要進去之前想了 又想了一下 想說 還是打電話給媽媽一下好了 就想辦法 就叫他幫我撥電話 然後打電話 媽媽說 你怎麼可以踏進人家家 是不行 連門口都不能進去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 就只是拿個東西 就回學校了 媽媽說不行 姚媽是有算過命嗎 對 怎麼不能踏進別人家 就是女孩子 女孩子比較麻煩 好像賺不聽 不是啦 女孩子比較麻煩 麻煩 脫鞋子很麻煩 有男生我就會比較低暴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真的我贊同 所以 逍遙女士 所以其他媽媽贊同這件事嗎 你是贊同的就打圈 就是未曾年前不准踏進別人家 圈叉我們看一下 其他的媽媽 兄弟 怨恨恨恨 怨恨恨 Om 這個 那個唯如媽也這樣想嗎 對嗎 也是這樣想 所以她也是不准踏進別人家嗎 就是 其實她年起 就是... 對 要有罊 然後她 讀書的時候 她從來不到別人家的 那有的是 她從來不出門的 何時 從外不出門 小學跟國中都是這樣 我媽都很擔心我是指特畢兒 然後她在家的時候手上有手銬跟腳 沒有啊 反正她如果下課 因為她上課下課都是 她爺爺接她去送她的 所以她根本沒有機會去朋友家 還是說去找同學 不可思議 是會如花絲與雲這樣嗎 你怎麼有這種活在二零年代的感覺 二零嗎 那時候的年代也差不多真的是 她那種年代也蠻舊 蠻守舊的啦 以我來看 呃 薇如李滴有沒有要complaint 我們看一下 你覺得媽媽管最誇張 不准穿耳洞跟吃零食 因為這個 媽媽為什麼不准吃零食 因為我認為吃零食 平常家裡都有飯吃了 幹嘛要吃零食 所以我就不准她吃零食啊 對 因為有沒有很痛苦 有啊 因為小朋友都很愛吃零食嘛 然後有時候就是 過年過節的時候 媽媽會拿一些丟幾百塊 然後打發我們 叫我們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媽媽在打麻將 然後呢 小朋友就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要衝去玩具店 或者是零食店 然後開始買東西 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然後一定會買零食的啊 但是我媽是連飲料啊 然後糖果 餅乾 都不給我吃的那種 然後像我曾經就是有一次 就是跟朋友就是去買餅乾 然後買零食來吃嘛 然後像小朋友就可以很開心 就慢慢吃棒棒糖 就慢慢含著 然後像我的話我就是一定要 吃一口有沒有 含個兩秒鐘之後就把它咬碎 一定要把它咬爛 因為回到家的時候不能被媽媽發現 喔 好激喔 對 藏在各個牙齒的縫中間 對 有縫點 所以就是說你看 這個媽媽們這個管的 大家覺得滿鹽的了 所以管的鹽 他們還是又是那句台語 對啊 鹽炸好 鹽瓜好 出口餐 出口餐 所以賴媽媽有沒有那時候有抓包過 就說你在吃什麼 然後就有打他還是處罰他嗎 有啊 真的啊 你抓到他吃什麼 吃餅乾什麼的 還會偷腸 餅乾耶 餅乾還好吧 因為我的觀念就是小孩子 你反正家裡有飯吃 你就是吃飯 其他就是不要再多吃了 而且我媽覺得說那些都是垃圾食物 就是都不營養 自己本身也不喜歡吃 對 因為他不喜歡吃 難道婦女都沒有這樣 就是有為了你知道 一包乖乖 翻臉 翻臉 我就要吃乖 有沒有因為這樣有過爭執過 在 宇潔 我跟媽媽是 媽媽不讓我吃東西 然後我就會要求她也不能吃 但是媽媽都會趁我睡覺偷吃東西 或者塞麵包 隔了半年我才找到 在她包包裡有麵包 菠蘿包 我只能吃 對 因為她想要藏東西 她講說我不吃可以 你也不吃 所以我有時候就趁她不在的時候 我就買東西 結果她突然回來我就藏 比如說藏在哪裡 然後忘記了 那這也是為了她的 你覺得是發育啊 生長是不是 對 我覺得好像你要養成習慣 這樣就比如說 味覺沒有了 她就不太會愛吃一些 味覺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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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好恐怖 零食也都不能吃 你知道我小時候想要吃糖果的時候啊 我媽都拿鎮鹿丸給我吃 蛤 真的 她騙我說那是糖果 對 然後我要吃雞腿她拿雞屁股給我吃 也騙我說那是雞腿 難怪你皮膚這麼好 然後就讓我覺得說 所以糖果都會臭臭苦苦 我不要吃 我懂媽媽都會來洗腦這一招 我懂 對啊 但是我覺得剛剛停的第一階段呢 我們這個這樣強調親子教養的 這位 林毅銘 是 我正要說就是 其實吃零食是偶爾要可以 不停情緒的 但是如果像甜的那些 對糖 那些糖精對身體真的不好 太怕女兒出事 竟連別人也要管 之前 幫我買一個喇叭褲 超緊身 然後上超緊身 然後全部黃到底 還配個白色的外套 我覺得很像香蕉背 你為什麼 節目來進行他們的一些聊天 好嗎 那首先 第一組要進來出來 協調的是誰呢 誰 就從雨潔開始好了 好啊 我只希望媽媽呢 她很喜歡管我穿衣服 然後她很喜歡這同色系 我今天穿得很乖 所以她很滿意 就是 一定要鞋子跟衣服配飾 是同一個顏色 臉指甲有要同一個顏色 那之前 大家幫我買一個喇叭褲 超緊身 然後上一超緊身 然後全部黃到底 還配個白色的外套 我覺得我很像香蕉背衛生紙包 很醜很醜 然後她很愛管 然後呢 但我覺得她管我沒關係 但不要再管到別人 我就範圍管我就好了 她管到別人啊 我告訴她 她最愛打的電話就 我們家 我們家樓下呢 是有一個銀行 然後她只要有 很帥重耶 對 逍遙小姐 我真的覺得好可怕 她已經打110跟19太多了 她有的時候要接我電話 她說我可以接你電話 跟接你身分證號碼嗎 因為她不好意思用她自己 因為她只要看到九人八十 全部貼黑 她說 她就打電話 她就打電話 就一直在那邊看著看 沒有 真的 因為我 沒有 我以為是 其實是蝙蝠俠 對 沒回家 她就打一機零 是 對啊 因為這個時代 我覺得要多關心周遭 因為很多人都 媽媽你一定要內褲穿在外面 你是女超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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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超人 沒有 其實你知道 因為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耿耿於懷 因為我那時候也很小 18歲 然後我看到一個 在西門町看到一個女孩 好像被 是不是喝醉 一個男子扶著她走 我那時候因為太小 我一直想打110 我不敢 然後又要問 所以我就一直到現在 我就特別注意這種 好像拐帶小孩或者那個 然後有一天 我是看見一個九人八 你知道她玻璃黑的不要緊 然後司機跟後座 也有窗簾 黑色的窗簾 然後我想說搶銀行也算了 不要綁票小孩子 所以我就打那個110 然後我想說綁孩子 他們會覺得我神經病 我就說他在銀行門口 我懷疑他搶劫 因為這樣他們會比較 引起他們的注意力 然後他就會說好 就寄下來 然後我待會兒還會打去問說 請問你們有人來了沒有 他就說我們已經通報警察局 他們會過去 言音現在有覺得好一點嗎 有 媽 謝謝 我怕她會打幸福的像1999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就是 宇潔媽媽 逍遙小姐 她非常有同理性 她會很著急別人發生什麼事 但是換她說回來 有時候我覺得 因為身為媽媽之後 我也開始有時候會拉扯 有時候你就希望這樣這樣這樣 會提你自己說 這樣太超過了 再退後一點 就自己一直拉扯 一直搖擺說 到底那樣可以嗎 比如說我兒子去夏令營 第一 第一個禮拜有跟去 第二個禮拜就開始哭了 因為保姆不在身邊 那我們一開始就心意很想說 哪一個小孩第一天上幼稚園 對 就讓他哭 抱著桌腳哭 抱著誰哭 讓他哭 哭了一天 到了一天下午我去接他 然後第二天他又哭 然後他爸下午才去接他 那昨天吃完飯 我也跟他好好溝通 我說李小龍坐好 媽媽跟你好好講 他說嗯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講道理 我說而且我跟你講 媽媽安排了神秘超人在你旁邊 真的會保護你喔 真的嗎 然後我說一個就是姐姐 姐姐說 對對我會保護他 姐姐說還有呢 還有誰告訴我快點 是不是誰是不是誰 就要猜 我說不是不是 我都不能講 因為這樣任務會破壞 那我以為我就可以跟他溝通完成了 就早上出門他保姆送他 還是看著保姆 你會跟我去吧 你不要走喔 所以我覺得 但是那個立邦別論 像林酸剛剛講 那個是 嬰幼兒 對啊 嬰幼兒 對不對六歲前 再大一點 我覺得開始有自我意識的時候 對於父母的管教 就會加倍的反感 我就從小就知道 哭在我們家沒有用 因為我媽打小孩打得胸之外 其實鄰居都會來講 就是說你不要這樣打了什麼 但是他都是狂打 打完之後要去罰鬼 拿什麼道具打呢 用袖子 袖子要國語是什麼 袖子 橫條 不是不是 細的 是那個細竹 竹子的那個細枝 然後 媽媽是拆掃把嗎 去哪裡拿到這些東西的 很像掃把那種 是打床 但對不對 床上那個 不知道怎麼會有買得到這種東西 這是少葉少落葉的 媽媽你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是你的命 然後我在家裡就是哭啊 就是在那邊一開始會試 就哭啊 都沒有人理我 媽媽就說你在哭完 你就繼續哭啊 就是哭到我們家是沒有用的 所以後來他打完之後 就默默的痛 還是會掉幾滴淚 但是發生什麼事會打 很嚴重的事嗎 就像 其實小時候 我其實是一個有潔癖的人 然後我覺得 朋友來我家玩玩具 要跟我一起收玩玩具 才能離開 可是媽媽就會說 沒關係 就讓他們先走了 那我就要一個人收玩具 我就覺得 為什麼他們也有玩啊 為什麼他們不用收 然後媽媽就覺得 你怎麼會有這種觀念 人家來家裡是做客這樣 然後我硬跟他頂嘴的話 就會被打 所以媽媽是典型的 言語律既 寬語帶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 我們讓韋汝也來這個 稍微控訴一下好了 你最希望媽媽 不要再監控你什麼事 我覺得現在 目前最希望就是 她不要用手機操控我了 因為她到現在還是會 就是像以前 像雨潔不是剛剛有被 就是裝監聽器嗎 其實我以前也有被裝過 真的假的 我以前也被裝過 然後我國中的時候的門禁 大概是8點還是9點 然後後來高中之後 就大概是11、12點左右 然後呢 但是後來現在長大 就其實 我都自己 現在一個人住 但是我媽媽還是會每天 三不五時的 就是一直打電話過來 而且有時候一天 可能會超過兩通以上 然後都一直 講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但我知道她是關心我 但是就是 她會說你到家了沒有 然後我就說 喔 還沒 她說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幹嘛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開始管很多 然後比如說 我可能玩到11、12點 然後她就說 12點為什麼還沒回家 我等一下過五分鐘打給你 然後我可能過五分鐘 她打來之後 我想說 完了我還不想回家怎麼辦 對 但是我那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人住在外面 但是她還是每天都會 用手機操控我 媽媽 妳是不是也會有很多畫面 像現在媽媽是想說 黑玻璃綁架 然後妳是會想到說 不會超過12點 女兒會遭到什麼迫害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想說一個女孩子 比如說自己出門比較危險 重點是這樣子 其實 妳如果說有朋友送妳回去 那OK啊 我就擔心她 所以說我也都會叮嚀她 反正一定要到家 妳到了家再打電話給我 就一直call一直call 就要變成一種 反正就是什麼事情 都往壞的地方想 當一個母親真的有時候 其實很簡單 妳是要跟她要朋友的電話 她跟誰去叫她 對 我媽媽都這樣 妳都這樣 妳今天怎麼會這樣 欸 妳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妳不要這樣 我們那全部都是我朋友的 我媽不好意思 打電話給她的朋友 對 我媽只會打給我 有時候我會想 我只會打電話給她 我覺得妳不是萬一 要各自把母親快速帶來 對 妳們兩個都在有運動的交流 對 為什麼 很可怕 然後穿著是不是也會管 穿著也會 因為我跟我媽的穿著就是差很多 我媽就個性是那種很 很隨性的人 媽媽是低調奢華 你看她還是有一些水晶 真的 有鞋子喔 她其實平常 不像她平常真的打扮太隨便了 就我覺得是隨便 她覺得是隨性 但是我覺得隨便跟隨性 是差很多的 對 然後呢 她就會管我 就是比如說 因為她知道可能 就覺得我一個女生 然後自己一個人住 她就很怕說 我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我回家出去玩的時候 然後是穿短裙 她就會很擔心 這個好像不只妳媽媽擔心 還有幾位媽媽都擔心 請問有被管過穿著 裙子不能太短情舉牌 我看一下 除了圍爐之外 是被爸爸管的 全部 全部都不行耶 這有什麼好說的 出門前就會用眼睛檢查一次啊 看完 OK Check 然後才可以出門 但如果你 你因為工作需要穿的比較 你知道裸露一點 媽媽看到照片會不會瘋掉 她還好 因為那些衣服都她買的 喔 所以因為工作 工作可以 對 但是以下不行 下壓不行 對 那媽媽 野馬 你那不怕她包包裡長一個小短裙嗎 其實我比較希望她露腿 喔 上半身要包起來 但下面腿再怎麼短都沒關係 腿對來講OK 因為我覺得 腿上圍的部分太多人露了 她上圍也很漂亮啊 對啊 媽媽說腿比較不漂亮 不是 她的腿很漂亮 那就不怕被人壓看了 對 所以我比較希望她露腿 沒有男生的眼光 大部分是在這上面 停留在這裡 對 所以下面比較 所以講來講去 媽媽們還是擔心一件事 就是被男生有 就是期待面 這一份之想 對 這一份之想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佩傑也是被限制 對啊 其實像我之前就是穿的比較露 有一陣子很愛買露背裝 然後媽媽就會竭盡所能的阻止我 她就會說 你背那麼醜 為什麼要穿露背裝 要不然就是在家的時候 爸爸就會笑我說 這樣好像檳榔稀濕 會講這一類的話 要來阻止我不這麼穿 可是因為其實我從小 就也還是蠻叛逆的 我覺得不管我現在就是要這樣穿 我就會這樣穿出去 但是他們就是會默默的跟著你看到 一個階段她才會走 比如外場活動 那個女明星穿的比較 比較短 比較露 連我們工作人員在旁邊 我都會一直這樣子 然後用各種角度確認會不會走光 這樣子 所以媽媽們有沒有看到 我們也其實很專業 有像李明川大師這樣幫你防 今天你是不是也有法寶來教你一下 那當然 我覺得現在因為很多女生都穿短裙 怎麼樣不會走光 或者是讓你可以有很多功能性 我覺得蠻重要的 OK 好 那我們就請威如要示範 可以嗎 那媽媽 可以嗎 可以啊 還是現在媽媽自己要來示範一下 可以嗎 對我來了 為了媽媽們的疑慮 現在我們就請造型師李明川 推薦完美安全的穿搭吧 今天你真是想要穿裙子讓自己變得美美 但是又怕曝光的話 今天明川老師帶來一個法寶 對不對 是的 哇塞 你來講這些話 喔 對 對 褲子 但是你也會碰到穿這樣褲子的女生 對 所以你要知道 學習怎麼樣破解她 不是 對 真的假的 絕對破解不了 你看這款太厲害了 就是說第一個你看它的 大家這樣看起來好像覺得很長 對不對 對 事實上它的真的褲子的位置只有這樣子而已 屁股在 只有一分而已 這裡 就我們如果想講那個全身有沒有 九分 七分 三分 它是一分而已 一分的意思就是說跟一般女生 我們穿迷你裙的長度是一樣的 在大腿的根部的位置 沒有切齊 對 安全褲 是 的長度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為什麼到這麼長 是因為它其實 除了說讓你可以防走光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你可以雕塑身形 包括比如說它是穿到肚子的 它是可以穿到肚子的 然後還有包括比如說腹部的地方 可以拉到胃這個地方 很多人不是有胃凸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這個壓折的地方 就是幫你把這個胃的地方 做平腹的效果 然後在大腿根部 我們會動的地方 你們應該 女明星們 就是人身必備就是安全褲 對 是不是一穿上安全褲 第一個很悶熱 是 第二個就一走動 安全褲會捲起來 對 好可愛 捲到變成那個 你真專業 你一定有替你明星試穿過 對 最終 就是 對 最終 最終舞室捲起來之後 你會被 不小心拍到的時候 被誤認你穿底褲 對 然後每個人都出來自信說 沒有那是安全褲 我怎麼可能會這樣子露出來呢 是 對不對 可能有些人會啦 嗯 OK 所以這個 因為它這個有個三角的一個剪裁 它的活動的方式 就是讓你在動的時候它不會捲起來 它就會一直呈現一分的狀態 而且它還有透氣的裝置 這個透氣我就害羞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因為很多女生穿安全褲穿到 悶出病來了 是 所以呢 它在這個底褲的位置 做了一個網狀的設計 就是讓我們可以 女生馬七最怕悶熱 對 所以你有這樣透氣的效果 它可以讓我們整體的這個 你知道身心靈得到更好的 身心靈了嗎 是放心性靈 不是 現在看到很多女生穿得很悶熱 其實心情很不好 嗯 而且尤其有時候 就是女生越進來的時候 然後悶在那裡 然後穿 對 穿得很難過 像這種可以透氣的時候 就覺得很方便很舒服 然後再來是因為這個布料 它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 兩杆布料非常重要 因為夏天 因為夏天大家最害怕穿 任何跟雕塑身材有關的單品 因為非常的熱 可是因為它這是個兩杆的布料 而且比一般的那種 所謂涼感布料的這個涼度 有三倍之多 這個我有自己偷偷這樣 一直壓著 你自己這樣抓著 其實它真的 你還涼滿久的 涼滿久的 我們現在旁邊有冷氣 對 所以它又更涼 所以除了說 它剛剛這些基本的功能之外呢 因為它的顏色超多 好多 因為你知道現在女生 服裝的顏色很多 像比如今年流行那種 糖果色系啊 馬卡龍的顏色 馬卡龍 好可愛 所以你猜一個 如果是那種淺色的 印花的那種洋裝 你搭配這樣馬卡龍的顏色 就會非常漂亮 不再只是穿黑色 白色 還有恐怖的那個膚色 對 就是這三種 阿嬤 對啊 你看像威如今天穿的是 桃紅色裙子 可以嗎 等一下媽媽在後面也生氣了 什麼啊 這個 所以你看我幫她搭配 跟她鞋子的配法是一樣的 就是雙色 而且這樣露出來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很醜 而且它真的很短 因為你這件裙子其實算短的 這樣直都看不到 對啊 很短 又可以塑身 對 然後又可以讓你 這個 收腰收腹 然後美臀 而且奇臀的感覺 真的嗎 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弧形 包起來 有欸 這整個很挺 真的嗎 只有只有我男的 只有我男的 真的 最重要的是 沒有任何痕跡 對 很可能 因為很多安全褲 其實是有痕跡 會有一條痕跡 真的欸 等一下我現在會覺得啊 限制功能還不錯 而且我們覺得 應該已經是很安全吧 對 可是我覺得後排媽媽一定會說 可以穿三條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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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三條嗎 是不是 對啊 等一下我問一下賴媽媽 你覺得呢 這樣比較放心吧 穿這樣有沒有比較放心 可以啊 很好看啊 而且它是真的很緊 脫不下來的那種 好 對 購下一層防護 對 它是很難脫 這個 想問一下蕭瑤媽媽媽 可以嗎 我覺得很好啊 搭配你的顏色 粉底色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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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真的有多重功效 對 而且你看這麼多重的功效 再加上它有一個高科技的布料 以及這些特殊的設計 竟然因為在網路上賣 價錢非常非常便宜 網路都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而且現在網路真的是什麼都有 是 什麼都賣 所以因為原來的安全褲 只提供就是防皺瓜 對 而且一點點 但現在就包括了時尚流行 然後塑身 沒錯 對不對 還有安安媽媽的心 對 厲害了 我們來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天啊 跟朋友去旅行 媽媽竟然也要跟 這朋友家可能現在我們成年了 可以去玩耍 但是都不可以留宿 就是不可以過夜 他婚後可以跟老公住嗎 可以啊 但是他們現在好 我要出去跟朋友旅行 我就要帶著他 所以你媽也在處罩的地方 有 我可能真的有問題 媽媽有放幾遍在跑身上嗎 對 耍 但是都不可以留宿 就是不可以過夜 現在 現在都還不行 然後我媽媽以前年 我以前年的時候 她都會說希望我的同學 她寧願到我家來住 都不可以 對 我也是 我自己的問題啊 拜託 對 顏媽 她有沒有一個界限 比如說幾歲以後 是可以去朋友家住的 沒有 不可以 她婚後可以跟老公住嗎 可以啊 但是他們去旁邊 去旁邊 這個其實我就很想跟 姐妹她一起 對 或者是 其實到現在 我要出去跟朋友旅行 我都要帶著她 因為我不可以去 肯定兩天一日遊 她就會覺得這個是在外留宿 所以妳媽也在村上那邊一起 對 我本來就有一起 她就是不一定要一起 媽媽有穿比基尼在跑車上 也沒看到嗎 好 所以其實妳很希望有的 只是一個 一個 姐妹的私人空間 對 妳媽媽這是因為有特殊的原因嗎 對啊 擔心 這曾經好像 因為有一段時間 那個 那個學校 還是小朋友 常被綁架的那段時間 然後因為我在工作的關係 然後我都約她下課之後 在奶的那個路口等我 結果有一次我在公車上 我看到那個好像一個怪怪伯伯 那她在跟她好像是 她在撥弄還是怎麼樣 然後她是在拉扯 那我在公車上 我很想糟糕了 太急 我眼睛看到我女兒那個動作 因為那個站牌已經到了 那我看她那個動作 我心裡很急 我就想叫那個公車司機說 妳讓我下車下車 那她說 欸 這是快車到我怎麼下車啊 那我想我再跑下去 然後再追她 或者說我再下來叫計程車 或是甚至用跑的 我都來不及 那我就想說 糟糕了 這段時間很多人是被綁票的 被綁架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在這個時間裡面 就我女兒就這樣失氣了 那我一切不就是沒有沒有 結果妳就跳出公車窗外 結果就 太誇張了 沒有 我就 其實她讓我下車 她說不行下車 那我還是在這個幾分鐘之後 到了這個車站 那我從那個時候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要把我的自己工作時間改變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就不做店面的生意 然後就變成說 我是前程來氣 我想說在這個時間 就是那幾秒的焦慮 讓你覺得有那種恐懼要失去她 所以那個伯伯到底在幹嘛 我忘記了 反正我沒有受傷 因為其實女兒早晚她都要出嫁的 都要嫁人 都要住在外面的 那我們媽媽們總是希望說 如果她在的時候 我們能多陪她 跟她相處一天是一天 多珍惜她一天是一天 如果她去外面住宿的話 她可能跌跌撞撞 或者就一團糟 你看她撞到玉璇洗手台 那我們因為平常都照顧她慣了 就是說她的生活起居 我們平常都習慣了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就照顧她習慣了 突然間妳說怎麼樣 我就告訴她說 媽 我知道 等妳嫁人嘛 我沒有 我現在沒有要搬出去 這樣可以嗎 所以嫁媽媽如果她是外地的工作的話 這個工作 那個時候我都接受啊 而且我還在法國待了三個月 她還是不能接受 你要兩把鑰匙就好 你讓她離開的話 比如說你可以 你用鑰匙是走哪裡的 別說 女兒沒有住到外面 其實她大了 我像我是雨潔 像我也大了 但是我一定要有 她家鑰匙 自己要有鑰匙 隨時可以闖進她家 不是就按自己的 對 要怎麼辦啊 我聽起來啊 其實媽媽她自己一種怕 那種恐懼 可能要回想到小時候 是不是有什麼 讓你不安全感到這個地步 剛好昨天我看了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也是講 英語叫做Picture List 現在的手機不是 妳什麼時候都可以造一個回向 然後跟爸爸回報嗎 剛好也是談這個 高中生的女孩 然後爸爸每半個小時call她 每半個小時請妳要造個像 有一個影片讓我安心 我要提醒的是 小孩子長大了 其實我們要給她信任 她在信任裡面去培養一種能力 昨天那部電影看到 我看到一些危險 就是說因為爸爸 半小時就要call她 那這個小女生其實是 剛認識一個男孩 邀請她參加一個party 那她自己去買晚禮服等等 一路上發生了好多事情 那就在有一個場景就是 她開車正要去那個男生的家裡的時候 這個爸爸她已經穿好禮服了 這個爸爸忽然電話出現 她趕緊叫她旁邊的女生 妳可把我扶著駕駛座 後面趕快把我的T恤拿過來 她要套上去 因為高壓的後果就是更多的騙數 這句話經典 對 高壓的後果是更多的騙數 那目前這小孩子這個時候讓你安心 可是背後做什麼 我們不知道 那只是讓你安心而已 為了監控女兒 韋汝媽竟然會用臉書來監控 她一直跟我說 跟我朋友說 跟經濟工作 看新聞或是生活上 我都會機會教育 就藉由了解這個新聞 知道她的想法 也讓她知道我的想法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到現在還是希望 讓媽媽可以就是想得再更開闊一點 就是她會覺得只要晚上打電話 或者是晚上太晚要找你出去的 就是壞朋友 她在多晚 多晚 可能十一 二點她就覺得有點晚了 因為她覺得這時候不就大家家裡 媽都妳好壞 又少打電話 再給我打電話 收拾下班 對 對 這就是重點 我就是會跟媽媽說 很多人在做晚上的工作 所以有晚上的工作 小吃店或什麼 那都是晚上的工作 有些人就那時候起來 可是她就會覺得 晚上會打給妳 會找妳出去 就是壞朋友 可是我常常有一些姊妹 是失戀幹嘛 需要妳現在過去安慰 對啊 那妳又不可能就是這樣子 好像因為媽媽這樣 我就常常這樣兩難 所以我會希望媽媽這方面 給我多一點空間 可能嗎 找媽媽 沒有啦 她是在半年超過十二點 我覺得蠻不正常的 一個人又不會開車 又讓自己要出去 還是妳跟那個爺媽一樣嗎 就是一起去的 就是叫朋友來她家 對啊 是不是 可以嗎 是啊 半夜出去 真的是太危險了 麥克風 對 半夜出去太危險了 對 對 對 真的很難 不是說 半夜就是壞人的 沒有這樣說 我就可以讓她來 然後我給她空間 我們不去打擾嗎 對不對 竊聽器 確定都 確定都打掉了 對嗎 因為十八歲之前 那我覺得她好像 妳後來忠心思想 她正確之後 就可以放手了 我覺得我放了嗎 真的 媽媽覺得自己有放手嗎 那小孩覺得媽媽有放手嗎 請舉牌 維如媽媽媽 妳覺得媽媽沒有放手嗎 妳管自己 對 還跟宇潔說要弄過來 送力了 對啊 厲害 我媽還在管我 不然宇潔連牌子都要 都不能有自由意識 我覺得她一直跟我說 跟我朋友說 跟經濟公司 跟所有人說 我很開放 我希望我女兒晚上都出去 但是每次我晚上出去 她一定會打給我 我沒聽到 打給朋友所有人 包括像我 我有男朋友的話 男朋友家裡的鑰匙也要有 然後 然後 就很誇張 然後到現在也是她會 現在好多啦 她現在很多 包括在金錢上面之前我讓她管 所以現在她已經開始慢慢覺得 我長大我會管 但以前她就是 很愛就是買股票 但是會買股票就算了 媽媽常常 你知道電腦一按的話 她需要時間過程要跑 媽媽就常常不知道 就按按按 比方說糕點要賣 她按錯就算了 她以為當時就一直按按按按按按按 買買買 然後要賣的時候按到買 要買的時候按到賣 然後她一直說電腦有問題 可是一向都不是電腦的問題 就是她自己的問題 可是她這樣還要管你的財務 對 沒有我 其實我是在有限的金額裡面 因為我 像我覺得一個女孩 你要訓練她獨立 包括金錢要給她 所以後來大概兩年前 她就開始自己管 然後也有安排好 我頂多給她意見 比如說買基金 然后股票的话 因为我觉得网络上操作比较方便 所以像他出国的话 他会给我一笔钱 所以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内 然后比如说50万 100万这样 但是重点是投资股票之后呢 隔了一阵子 我说妈妈那些股票呢 他说我扣了上次啊 有这个费用这个费用 所以现在没有啦 所以你现在有赔或者赚 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说那妈妈 你要告诉我是出哪些东西 他就开始很委屈 比如说你都不知道 妈妈现在老了 已经老人痴呆症 你不要逼妈妈 我说妈妈没有 我说妈妈没有 对了 你都会再去费用 有事有事 对啊 有妈爷也听过妈妈这样讲 有妈爷也听过妈这样讲 因为比如说我要出去工作了 我说妈那我这个月 交给你多少钱 然后我回来之后 他就说这个可能不够哦 我说可是不是才刚给你吗 他就说你一个女儿 怎么可以问我这个问题 我怎么会记得起来 所以刚刚颜色打岔还是 我中立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这一两年 有开始真的在学着放手 自己要谢谢她真的有好 那你妈妈说有 维如说没有 我觉得我妈妈是口头上说有 但是事实上她心里下还是放不下 就是她还是会就是 不定时会上Facebook check一下 看一下我朋友啊 那天跟谁出去 那几个男生是谁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是私底下一直打来问 问状况 你妈妈因为你 然后学会用Facebook 对 很可怕啊 很可怕 你妈妈 不要再教了 等一下就三个也会了 然后要看打卡什么的 你妈妈真的鬼里真的有一个 你知道我们刚刚在后台化妆室 你还没来啊 然后我只是刚好跟我们制作人在那边聊说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APP维如跟她说 问她说最近的新闻怎么样 结果你妈突然脸面超臭的 哎 真的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没事啦 只是一般的 那维如就说出来 私底下妈妈是怎么批评纳豆的 我们要讨论到这一块而已 没有 维如又脸红了 我要讨论他怎么又脸红了 他臭红也红了 没有其实当然这个也是我将来要学 因为我们也会怕 比如说我本来说女儿一年级 我说你自己走路回家 我们不要接你了 因为学校离家里大概十几分钟的路程 结果我就看了一本被偷走的人生 11岁一个美国女孩 就是被惦记 然后就被囚禁了18年 我就跟我老公说 算了我们再接她两年好了 就是当然我了解妈妈那个担心 但是如果真的已经都二十几了 其实偶尔让他们去姐妹家啦 对 是不是 偶尔让他们去姐妹家住